6月16日日本首相批准重新启动两座核反应堆 保证在下季用电高峰时期稳定供电 这是福岛核事故之后日本首次启动核电站 打破了日本目前的核电站零运转的现状 日本首相野田佳燕是在同主要部门的大臣开会时宣布这个决定 目前日本的50座核电站都没有运转 感谢观看